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饭店做公关 当然她做的工作很多了 她也做过这个专业的美食记者 但是最让我佩服她的是 她身上考了好多证照 非常多 她有四九师的证照 她有这个丙级厨师的这个 我们叫做中餐烹调技术师 也就是厨师执照 同时她又有这个品油 黄豆油 大豆油 黄豆油的这个证照 另外呢 最近才刚刚 还有拿到了这个茶叶的 感官品评师的证照 同时呢 她也要去考 考什么呢 考这个平米 认识米的这个这个这个指照 你看 一个人我们知道 证照一记傍身 这个这个这个终身受用 就是一记之长 终身受用 可是这个苏小营她不是 她她是她是有五长六长 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知识 及很多的专业知识与医生 她特别跟我讲 这里面有些是为了怕 失业以后 当然需要工作 但是更多的这个证照 她是为了要充实自己的知识 专业知识 那可以注意啊 这些知识其实都跟吃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苏小营 请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 专业证照的世代来了 你培养好第二专长了吗 然后最重要 当然我们还是要问她 这个苏小营考的那些证照 对她人生有什么样的启发 还有趁这个机会啊 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怎么样认识好的米 怎么样认识好的茶 但是我觉得一个钟头不够了 那聊到哪讲到哪 苏小营在现场 小营好 大家好 顺哥好顺哥好 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三月底刚考完那个茶叶品评 茶叶 初级 然后我五月要去考叶米 然后叶米 对 就是检叶米的这个执照 因为我们米不是有分一等米二等米 你的意思说米有分很多种的执照认证 这个燕米是其中一种 呃目前台湾只有燕米 只有燕米 对对对 但是日本有一个米食味鉴定师 但是那个可以选择日文或英文印考 那个哇 有在我人生的规划里面 但是对对对 但是我目前我觉得先把台湾的燕米考过之后 我觉得有在我人生规划是我希望可以去做的 你现在你现在身上到底有几张征兆 我现在就是如果就呃可以成为职业 就是比较比较龙肯 可以变现的 对对对对 丙级中餐技术士 丙级中餐就厨师嘛 对对对对 然后丙级丙级可以开开小吃店 小吃店OK 小餐厅也OK 小餐厅不知道哈 小餐厅可能那个法律 因为呃除了丙级中餐碰巧的技术 他是终身有效嘛 还有一个东西是如果比方说在饭店或大规模 餐厅你要有一个叫厨师证 又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东西哦 呃你有丙级中餐之后 你去上一个课之后 他会颁发厨师证给你 然后呢你每个我忘记是三年还是四年 要再去上课 然后再考一次试就是你厨师证 就不断的进步 可是小吃是你只要有丙级中餐就可以 就可以开了 对对对对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丙级技术士 对对 再来就是那个外鱼林队 所以你也可以带团出国 但是外鱼林队我先跟各位说还是 他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是你要先考完学科 然后他会给你及格的证书 然后你拿着这个及格的证书 你要去报名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值钱训练 OK真正的上团 对72小时 最近这个东西好像改了 这个制度好像改了本来是本来是国家级 现在好像归到哪里去 一直讲但是到现在都还是国家级 都还是考选部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像我其实是之前我考取了之后 很久以前就考到了 我在商周的第一年 那你有实际带团吗 没有没有你听我讲 就是我考了之后 我在商周太忙嘛 我没有办法去上课 等到我离开商周我要去上课的时候 COVID-19来了 所以我报名了喔 然后报名费也缴了喔 一直没有去 但是取消取消 但是我现在就是5月4号会有一个可以报名的 我预计要报9月的 对对对就是 花很多时间欸 对因为你 而且上课也是都要钱的 对就是因为你一定要去上课之后 他才会给你一个职业证 职业证之后你还去找旅行社 让你出去实习 这个就难喔 对对对 但是旅行社要怎么找这件事 我不管啦 反正我就是先去 有很多美感 职业 我先去把职业证拿到嘛 就是我得要去上 后面的这个训练 就是这个我还没有去上 实际上团啦 还有一个老的领队带 对对对对 就我们是要去上课的 那上课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些 那个 但是我先讲喔 在这个考 这个外语领队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会领队跟导游一起考 可是我没有这样选择的原因是 我说过这两个证兆是为了职业 领队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大家有时候会把领队跟导游分不清啦 导游通常是这个外人来台观光 我带他们在国内从事国民旅游 这个叫导游 领队是把国人带到海外去 那通常呢 世界各国又有不同的法规 比如说欧洲有的地方 你一定要把团交给在地的 这个导游 对不对 所以世界各国不一样 那所以 可是领队因为他要带人出国 而且到世界各国 所以这个 这个 know how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所以考的也不太一样 对 就是比方说领队会很重视的是 机场的一些 代码 然后食物操作 跟飞机 因为你 像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要考什么是宽体客机 那有差 因为你如何把你的客人 每个人安排在最适合他的位置 那这个有时候不是领队可以做的 没有可是你可以跟 上来换 交换位置 你应该这么说 你可以跟那个航空公司的柜台 沟通 对对 你可以这么做这件事 所以你就必须认识 不同的机型 是三 一边是三个还是两个 还是中间 是三四三 还是三二三 是一个走道还是两个走道 然后他们有的人就是要分在一起 有些人喜欢靠近厕所 有些人喜欢远离厕所 那你要怎么 我喜欢远离厕所 我喜欢坐在那个 距离厕所的第一排 对你看是不是不一样 然后我喜欢靠窗 可是大部分人都因为上厕所很麻烦 所以他喜欢靠走道 所以你就要瞧 现在你要了解每个团圆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因为 我自己以前 我自己以前是做饭店 所以我觉得我在做服务之前 我会先想客人 每个客人需求什么 嗯 然后想在客人之前 对对对对 因为小英以前在亚都啊 做公关 那亚都的这个文化 就是服务非常好 我记得啊 就是那个观光教父 严长寿先生啊 嗯 就聊过 想在客人之前 对 然后永不说不 然后他们有个SOP 叫星辰专问送 就是啊就很多了 所以他们的服务啊 亚都是 台湾观光参旅服务业的这个少林寺 黄埔军校 所以你看这个 可是他是做公关又不太一样 公关还要伺候这些 像我这种讨厌的这个 媒体人记者 所以这个服务又不一样啊 对不对 除了服务一般客人 还要服务同仁啊 因为要瞧嘛 对 要瞧内部的事情 对对内部的事情 要跟外部沟通的时候 公关也很重要 嗯 还要还要还要服务媒体 所以这个这个难度又高 好 所以公关也做 4944也也有 为了只为了希望有遭遇 可能需要用到职业 还有这个令对证 嗯 再来还有什么 就是刚才你讲的49 其实啊 我先讲啊 现在台湾的国际认证 就是WCET跟ISG很红嘛 所以很多人都说 他是有证兆的酒鬼 但是我当时会 要去考这个证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雅度工作 那因为当时 跟你工作有关 有有有 你记得林玉森先生吗 哦那我最崇拜的大师 真的大师啊 真的大师啊 真的大师 我们都叫他葡萄酒男神 我这样讲你不会觉得过分吧 不 我觉得你这样讲太 太世俗了好不好 他就是他就是个大师 你在你在 对人家就是真的是厉害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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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种那种厉害啊是 嗯 不是台湾厉害 那是国际厉害 对 世界各国的酒 酒厂老板来 那个不参见一下大爷啊 恐怕也过不了 你知道我在我在法国的书店 嗯 是有看到他的书在卖中文版 就一定的啊 不是他一定也有法文是英文啊 因为他还有实材的书啊 对不对 我我讲的就是说他的书是法国人都认证 即便是中文都可以卖得掉哦 哇哦 中文卖得掉为了为了了解 刻意去学中文来读这本书 对对对也有人是这样 你也帮帮忙 那直接翻译成外文不就好了 嗯 因为我我讲的那本书是不跟地的风景 他这么厚 所以要翻也不容易 不会啦 这就是 总比我再去上课学中文再来 再来找一本中文字典 跟法文字典对照那对不对 那林玉生老师是真的厉害了 真的厉害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顾问 所以我必须要跟他讲很多 那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台湾市有事协会 刚刚要成立 然后我我也是里面的成员 就是筹备 可是那时候我对酒没有那么多认识 那他会找我进去的原因是 他们大家都很懂酒 可是对于协会要成立要跑 要跑一些机关 他们都不会 所以就是我得要来做 所以那时候 要很好啊透过这样子的历练 你懂得比他们还多 那我要跟他们讲话 我不能不懂嘛 因为我们第一次的筹备大会 就顺便举办了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黑皮诺盲椅 那你知道黑皮诺是一个葡萄品种吗 我告诉你啊 你就不要问我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自我放弃 好 堕落 因为太多东西要记 背不起来 而且这个 这个你要把那些葡萄品种 全部记住 这个不够哦 你要把那些葡萄品种的特色 特性 酿完酒以后的风味 风味描述 还有风土啊 我跟你讲啊 这算了 这人好不要懂太多 我结果碰到一个这个 拼命想要去懂很多的 对不对 身上背了五六条 对不对 五六条 不是五六条正照 不是命案啊 五六条正照 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 你这个人生大半辈子都在考试 对 你在念在考 在念在考 对不对 那时候就是因为 搞得自己这样累的 那个憔悴的 你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是 因为我跟他们聊不起来 那我就跟 聊不起来就不要聊了 不行啊 因为我是里面的成员 那我就跟玉森讨论 那玉森就说 玉森就说 那你要不要去上课 我就说 可是WC跟IG 那时候说要进来 但还没进来 他就说你去上法国食品协会 可是法国食品协会 专业葡萄酒课程是B2B 就是他只对酒商啊 或者是 那你还得要去 在餐厅服务的人 那你有啊 你在饭店服务啊 对所以 林玉森就说你在饭店服务啊 他就说 应该是可以 所以我就去报名了 那我就上了 就是可以去上 这里面还有分级的 你是自己 我是中级 已经到中级了 再上去就要到国外了 我没有当试酒师 所以中级就好了 这个你不是要 这个不是要职业用的啊 不是可是因为 这因为我拿了这个 因为是法国的证照 所以我有因为这样去采 我有去法国米其林二星跟三星餐厅采访 嗯 有一部分是因为 我有拿到法国食品协会这个认证 他们觉得至少我懂 这件事 嗯 所以 工作也方便 我有去 一家二星餐厅的外厂实习过五天 一家三星餐厅的内厂实习过五天 内厂做什么 小马铃薯 嗯 我去 切黄瓜 我去做那个巧克力装饰 哎呦甜点部 嗯 对对对 你怎么会 那个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因为我大概会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教我 他们大概就是教你一个小时 你就要自己做 就是你要刷那个 然后把它拿起来 因为它有一个甜点的装饰 装饰 要不然就拿几花袋 嗯 对就是我大概就是去做这件事 还有就是他们有那个 嗯 食物就是他们是卖给那个像 像是就是上班族中午吃是一个罐子 的 然后他们 上班族中 外卖外卖的 外卖外卖 他他的 他是好几家就 Ain Sophie Pick 他就是好几家 其中一家就是专门做外卖的 我是知道了这个 这几年这个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 因为时间时间有点长 来继续回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证兆狂人啊 苏晓英 他身上啊 拥有非常多的这个 跟吃有关的 吃喝有关的证兆 还有玩啊 你看领队执照 然后这个是 不是四九师了 这个这个这个 丙级厨师证兆 我们简单讲 他其实叫技术师 然后有四九师的这个这个证兆 然后他又去考了这个 茶叶的认证 然后还有大豆油的这个证兆 最近呢即将要去参加这个这个 艳米师的执照 上个阶段我们就跟他聊 他为什么啊 那就聊聊聊 聊到了这个 跟领队有关的啊 又聊到了跟酒有关的 嗯 那他就是他进到了这个 法国的米其林的二星三星厨房里面 去实习各五天啊 对 对不对 对啊 那你不知心嘛 对不对 不知心 在旁边然后看着大师这样偷学啊 也太不会他也没时间理你了 对不对 没错 就就就很多嘛 台湾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那这当然了 我是觉得了 不管你做什么 只要进到了那样子的环境场域 嗯 你都会被启发 包括那个氛围 因为那是一个像个军队一样 对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那个采访 你知道那个采访 是从头到尾 没有跟他对话的 就是那五天 用观察法 观察 然后观察完之后 最后我写完之后 嗯 然后就是要不要给他看 要啊 还要给他看 就是翻译成英文给他看 哎呦 啊不然呢 哇在 那翻译给他看 那他说不对 那完了 没有 会有一些小修正 难免会有 就是小修正 不能说我全文翻译 不是可是你 你那个是为了 四九这件事情吗 去去实习吗 没有没有 我是因为有四九 我才可以得到这个实习的机会 哦 然后这些采访都是我自己写企划书 就是 递进去 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是同业嘛 也曾经我是公关 你因为我做过公关 所以我很知道就是记者团 是去就是很 我这么讲记者团是他当然希望就是在安排 就像我是公关的时候 我在安排的时候希望你们在最短时间看最多东西 可是我觉得那个写不出深刻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我就是靠自己写企划 那因为我刚好有去美国三年半念书 所以你去美国念什么 我去美国念marketing 所以你看你的人生中大概有 一半以上都在念书 对对对对 然后一半的时间在考照 还要工作啊还要工作 对齁 工作 那现在就没工作啊 现在流离 现在现在在拍纪录片 你看你还会拍片喔 对现在在拍纪录片的导演 哦呦真的啊 在拍什么 我最近最近的不要讲 但是我之前有拍过 呃两两支茶叶的 然后一支有机的 然后一支面线的 也在台湾得了几个佳作 还有一个得了三奖 对对对对 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跟你想要做事情 你吃的东西对对 然后然后这个是酒 然后黄豆油黄豆油是这样 就是因为黄豆油执照是干嘛 黄豆油执照 这个跟外国橄榄油异曲同工啊 对跟意大利的品油脂 但是橄榄油的方式跟黄豆油不一样 黄豆油是精炼 他需要有化学方程式 因为黄豆的含油量是低的 哎呦 所以他需要化学方程式 先去呃透过化学的方式 把他拉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色去味 可是橄榄油是压榨之后油水分离 嗯就好了上面的油 自然一点 对对对对对 是不一样的 黄豆油是国际的还是台湾的 黄豆油是美国的协会 因为他要推广美国的 那我们平常买黄豆 很少听黄豆油跟烹调料理或是调味 沙拉油啊 沙拉油很多都是黄豆油 对像大臣啊福寿啊这些啊 很多他们都是用美国进口的黄豆油 那你去学这个黄豆油的 你去取黄豆油证照是学到了什么 呃第一个黄豆的营养学 第二个就是呃 就是说呃我们过去 就像你刚才讲的橄榄油啊什么 大家都比较知道的是这种就是直接 像我们台湾的麻油 芝麻也是直接萃取 哦那很棒 因为我去拍那个 可是我就想要了解就是像 黄豆油这种就是他本身的含油量是低的 他如何萃取出来 但是我去考的时候 我有点后悔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要学黄豆本身的知识以外 他要学营养学 他要学化学 然后还要学美国农业法 因为我们是美国的协会认证的 那一定要嘛 那有上课 可是我那时候是COVID-19 所以是线上课 那老师讲完就结束了 可是你不懂 没得问 对没得问 所以我只能按照他上面 因为他给我们是中英对照 那我就要打英文去找 答案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不是一个读书 我大学联考考三次才考上 我大学念的是静怡大学气管系 所以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没关系啊 然后呢 然后赶快啊 所以我就上网去查 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最难懂的是化学 第二难懂的是美国农业法 因为美国农业法 有很多永续的概念 不会啦 你现在拿到了以后 你以后 对不对 要移民是不是就方便 但是其实是没那么难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是我的目的不是得成为 黄豆尔大师 我的目的是我懂这个东西 想要了解他 对 所以我其实花很多时间 就是在英文的网站上去找 就是这些资料 找得到吗 找得到找得到 这些专业 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前辈 做的这些研究报告 也有吗 可以参考 对对对对对对 重点是你要知道那些keyword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 可是因为我在美国念过书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这一篇paper 我哪边是要花久一点的时间 哪边我可以看过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那就就好吗 那你现在念完了 拿到执照他有分级吗 没有他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证照 那有了这个证照 可以干嘛 可以干嘛 我真的没想过他可以干嘛 没关系啊 但我只帮大家问 也许有人 台湾有很多营养师去考 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增加一个 他有专业的知识 专业知识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就是想要等到 黄豆的知识 跟炼油的知识 像我刚才讲的 橄榄油跟芝麻油 我之前有去北港采访过芝麻油 可是我没有那么懂 就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你有听过很多人标榜 他的芝麻油不餐一滴水吗 有听过吗 我觉得那都是广告词 对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如果你的芝麻油里面不餐水 不餐水 你根本榨不出油 就是嘛 对 因为你芝麻要蒸熟 你才可以去炸 蒸熟的过程中就是水 那你是不是就要像橄榄油一样 那就是不识广告了 对 你就是要像橄榄油一样 榨出来之后油水分离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油水分离以后 不餐一滴水 可是这个过程 你不可以说过程中 不餐一滴水 不餐一滴水 那个就不识广告 那怎么没有被检举 因为大家不懂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来 懂这些专业知识啊 可是你懂这对你人生有什么帮助吗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我们的花生油跟麻油 很香啊 你沙拉油就没有啊 沙拉油是可以把它做到无味 但是我觉得有味道才好啊 可是黄豆本身味道不迷人啊 而且他是透过化学物质去淬炼 你这样讲我就不太不太敢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 黄豆油 如果你在高温油炸 他稳定度是高的 所以如果是 呃 卖咸酥鸡的人 我觉得用黄豆油绝对没问题 哎呦 那个我们常常 我这个我常常在注意 我常常在看他那个摊子 右手边右脚边 那一桶一桶到底是哪 我也会 我也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个是一个是锅里的 锅里的要要要要很清澈 然后有没有有没有 对 有没有经常换 另外一个就是我会 我会去看 一桶一桶是什么 方桶子 对对对对对对 最最最有名的是什么什么家 啊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再来就你刚提过的那几个牌子 对对对对对对 那都ok啦 就是ok啦 因为他的那个呃 燃点是高的 比方说呃 我举大家都知道苦茶油 苦茶油的燃点 苦茶油燃点是210度 够高 对但是 苦茶油煎煎这个处女巡 啊 真的真的很好吃 然后 然后然后那个呃 呃大豆油 是如果我因为我没有再重新去翻 我记得他的发烟点好像是250几度 就是很高 很高 所以如果你是鹹酥肌是没有问题的 安全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 欸如果温度燃点不够 或是那会造成什么化学变化 直变啊 就会有毒物质 对对对就变 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呃蜂蜜这件事 蜂蜜不能用热水去泡 我知道酸 对因为他超过72度 他就直变了 酸 对那一样啊 很多人不知道啊 对你在发烟点之上就直变了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上这种专业的课程 才会知道这些 才会知道怎么吃才活得久 对对对对 那但是学的太多了 每个东西都要学一个 青江菜执照 花椰菜执照 那不是太累了 你这不是番茄执照 我还分析一点 红番茄跟绿番茄执照 彩色番茄执照 那不是太累了 你这样一辈子一辈子弄 我都还来不及吃了耶 所以一辈子要好好学习啊 哈哈哈哈 我是这样讲 可是我烤完这个黄豆油之后 我对整个就是你的食用油 要怎么挑选这件事情 我有更多 就比方说别人在跟我聊 就是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是这个就是黄豆油 可是橄榄油又是另外 橄榄油我没有去学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虽然有发这个征照 可是有台湾有人有引进 但是目前他不是 因为台湾没有产橄榄油 我在乎的是更多的是台湾的在地有的食材 好这是一个 然后茶叶 茶叶是因为我之前拍过两部茶叶的影片 然后我两部都有得到佳作 不是你去拍片跟你去考食照有什么关系啊 农友跟我讲错 所以我剪到里面去了 我觉得很丢脸 我觉得很丢脸 你拍的纪录片里面有错误的资讯 对就比方说 然后你就觉得很汗颜 对 就觉得对不起广大的军民同胞们 真的真的 但是这种事情 这是很好解决吗 像我们这样对不对 你等一下跟我讲 我就请我们的气质把它剪掉就好了 没有那是比赛的你不能动啊 你不能动啊 那是比赛做比赛 所以你错了还得奖 所以这个也是plongo 没有没有 得奖的重点不在那个 因为它是影片比赛 它不是农业知识比赛 就看比较好看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要看桶子很漂亮 对对对 就是其实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是 它用的茶树品种 我先讲茶树是一个品种 做成各种茶又是另外一种 这是两件不一样式 然后它种的是台茶十二号金悬 做成了红乌龙 好那 好听我讲完 听我讲完 听我讲完 但是那台茶十二号在正式命名之前 它以前的流水编号是2027 所以很多那个消费者 很多农友会叫他李七辣 所以呢他们就以为是台茶27号 可是事实上台茶现在只有到25号叫紫玉 那他叫2027 2027是流水编号 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 所以后来你自己查到 发现错误 我觉得错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证实 所以刚好茶开场有考这个证照 而且这个证照未来就是它有分五级 那如果未来考到一个程度 我是可以去当茶叶比赛的评审的 嗯 怎么了 没有啊 我就在想全台湾有几个 领到这个五级 最高级的两位 只有两个 嗯 其中一个是我的老师 加油啊 那你刚快啊 那你就是三个之一啊 这很棒啊 那我以后就可以讲 欸 我以后喝茶之后 我告诉你 我朋友 我朋友舒晓英 等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 来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在我们现场的这个 坐右手边的苏晓英啊 他是证照狂人啊 这个一个人啊 弄了好多证照在身上 而且都跟吃有关 那而且最最让人钦佩的是 不是为了生活 欸 算为了生活 提升生活品质 不是为了讨饭 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 懂更多 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 久的 茶的 米的 油的 等等 太多了 这个很难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领队的 就是带团技巧 还有 不只是领队证照 不只要带团技巧 你还要懂得很多的这个 整个观光旅游环节过程中 每一个可能发生情况的接触点 的那些专业知识 比如说到了机场 到了飞机上 或者到国外要通关的时候 尤其是有一些危机处理 那些东西都是专业 所以他 欸我觉得你这样很厉害 你就你这样懂太多 在身上会不会太重 走路很慢 哈哈哈哈 就是说而且你的 就你看我 我们我们头砍下来 拿路边摊去卖 你就不值钱你的头 不值钱 太多东西 像我就很值钱空的 新的 不是我本来就不值钱 我的头就是比较新 就空的嘛 空空的 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讲 可是我先讲 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 欸你不会读书 会考照你这样 人家会痛恨你喔 讨厌你 我大学联考考三次 那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是考到你不喜欢 你不要 不用啦 对不对 来这头 大学联考不要扯 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叫什么茶 茶叶品评 感官品评初级 就说我说全台湾只有最高级的 做评审级的只有两位 对 你现在念到第几集 总共五集吗 五集我现在第一集结束 我再来要念第二集 那整个五集念完要几年 可能要 我先跟你说他其实很复杂 是前面这两集他都要先上过课 他都有规定要上课 他有当然要上课 对外授权的认证的机构 看是从这一集开始 就全部都要去茶盖厂上课 就是杨梅那边的茶盖厂 就是在那边 你等于在那里要租房子 对 然后 像我们中级 我是预计7月8月要去上课 那中级除了上课以外 他会有一天是到茶叶厂去做茶 一天喔 24小时内要做出三种茶 没有24小时 就是你没有睡觉的时间 没有睡觉啊 本来就没有睡觉 24小时不睡不眠不休做 因为我去年9月已经去 这违反劳基法我跟你讲 没有因为我去年 去年9月我已经去新竹额梅 去做 两天一夜去做那个东方美人茶 你会做 我做的不好啦 烘焙 被烤 被烤 揉拈 就是有小老师带着我们做的 但是如果我要去烤的话 这24小时做三种茶 是你自己要独立完成 就是你跟你的 比方说你是我的partner 然后一个 对对对就是要把这三种茶做 而且是做完之后 老师现场就平平 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平平 老师也不睡喔 老师中间那样会去睡 可是那个步骤是很繁琐的 而且 每一种茶就是我们所知道 台湾的每一种茶 都有他每一种茶的做法 我上次不是给你看照片吗 我们考试是八杯茶 对八种茶 然后你要喝出 那个他的不同 那很多人去考吗 很多人 蛮多人去考的 对 我觉得茶有未来 因为全世界都在封 封东方茶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行销做的不够好 我其实 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不是不是只有茶啦 台湾很多 你看台湾水果也是世界好 对对对 台湾的米也是好 对对 很多啦 这个就牵涉到国际行销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说因为我在美国学行销 我在美国学行销啊 我们老师最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 我回来台湾都用不上 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的企业的老板 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老师这样说 行销是一种文化 是长时间的累积 不是短时间 因为他不是业务 可是在台湾 我遇到的 都是sales而已啦 对他们就是觉得 你现在就要立刻给我看到成效 那个叫推销 比较行销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美国学的行销 他就是你要长期的一个文化的建立 那像我自己现在在做的食材这件事 我也是希望他变成是一个 大家会重视你吃进去的东西 这种文化去做导入 可是这过程真的很辛苦 而且很冗长 要有人支持 然后要有认同 社会认同 然后大家一起做 然后大家一起接受这件事情 但不是那种 不是为了虚荣 不是为了蹭 现在很多都是蹭 你搞有名就是蹭 蹭了你也不知道 吃其然吃其所以然 你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乱弄 好啦 所以这个茶你还要再念 大概估计 你要攻顶吗 你要攻到 我的想法是 你自己想不想攻顶 我的想法是中级一定要考到 可是中高级 因为他是中高级高级特级 中高级看缘分 但是我应该到这里 我没有想要 因为从这个高级跟特级 基本上都是在茶改厂工作 超过十年以上的经验 我没有这个经验 那个都是老师傅了啦 对对对对 但是中高级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中级已经过了 他正要去茶改厂上中高级 对 可是这个弄完了以后 如果我们 我们世俗一点 找工作 那你还得要找到 茶庄茶厂 愿意接纳你吗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我比较想要占的 不是第一线的做茶 我比较想要的是 把正确的茶知识输给大家 OK 对对对 我觉得是 我比较想要是一个 成为一个台湾食材的行销人员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 那我就是必须从我自身做起 而不是我一直去 可是可是可是你看 那如果是这样 你会不会涉略的面向太多 因为我不希望讲错的事情给别人 我知道可是你看我说的 面向是说领域啦 一下茶一下酒一下米一下油一下 对不对 对 那每一个都要钻一辈子都学不完 对啊 所以你 我觉得我就是每一个都是 像我的葡萄酒 不是也是到终极 至少你跟我讲 我可以跟你回答 可是有更深的领域的 因为我透过这个课 我是不是认识很多人 你问我太深 我不知道 我可以打电话问林玉森啊 因为我打给他 他会跟我讲嘛 他会回嘛 我就不会 你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可以 就像我不是讲说 特级只有两个人 我那个老师吗 那我遇到问题 我打给他 他会回答我啊 我跟你讲 那很简单 像你现在碰到酒的问题 不懂你答给我 我也可以回答你 你来问我 你来问我 快点吧 要问什么啦 你打来嘛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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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Bordiolet 你怎么看 好我跟你讲啊 小英这个事情啊 牵涉到非常的 非常的专业啊 那我是觉得说 我给你林玉森的电话 好不好 我也是帮你找到solution啊 没有啦 我会问了之后 因为 我觉得像他们在 比较比较顶尖的人啊 他们讲话 通常会讲他们世界的文言文 可是我现在 你这也太残酷了 你是讲这个 他们世界的文言文 那我是不是要听懂 他们世界的文言文 再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我听起来怎么那么酸啊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我当然懂啊 就专业到一个程度啊 就已经 就已经 那我们 叫什么掰 那我们行销人员 是不是就是要把话讲到 一般的人能够懂 对对对对 所以你要做 你要做一个这个 那个饮食文化的翻译者 啊 我觉得你讲这很好 啊 当然因为我们是 我们以前是做创意的 对每一件事情的定义 嗯 这样一注解你就 对不对 对对对 这苏小银自在成为 台湾美食食材的翻译者 文化翻译者 嗯嗯嗯嗯嗯嗯 对 我觉得是 对不对 就是我要我要用一个 由浅入深浅白易懂的方式 让你一下就记住了这些特色 对对 或者是该注意的东西 没错 对不对 没错就包括 所以整个贯穿起来 那么多的领域 你去一个一个 然后呢 你基本上你就是一个通事 嗯对不对 就是就是你每一个 弄到中高就好了 不必到极致 对对 每一个都而且我觉得 还有个好处了 一里通万里测 嗯 其实到一个程度哦 学问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啊 相关的 虽然他是 他是他是 他是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 嗯嗯 可是有些事情是通的 对 就比方说我举例子 我在葡萄酒里面 学到风土 对 那我最近不是 咖啡也可以 对米 台湾的米也有风土啊 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有 对对 而且风土非常重要 对 所有东西都有 可是台湾的农民 对于风土 那那还不是吧 不理解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文化 对 就是一直到了现在 嗯 大家衣食无余无忧了嘛 嗯 开始才重视 每一个东西的细部的 对 在以前古时候 为了活下去 为了吃饱 你哪有 对 你哪有办法去 对不对 对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像我 像我最近看那个 谢忠道的那个粉丝页嘛 嗯 他就讲到说 他回到台湾 吃了就是什么 云林陡南 种的百芦笋 他觉得百芦笋 没有味道 就是跟他在法国吃饱 因为我在法国也吃了很多百芦笋 没办法 因为这就是风土 对这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品种 对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陡南可以种出 这样子的百芦笋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所以我在想说 食材这件事 他是无边无境 那我为什么锁定在台湾食材 很多的外来种 他到底能不能适应台湾这个风土 这也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 哦那你这个累了 你最好这个是先在台湾念 念完了再去康南尔 哈哈 跟我们这个 跟李登辉 对对对 农业嘛 这跟农业绝对有关啊 对不对 这个是 对啊 这是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 而且比方说 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是 呃米饭煮的不好吃 可是我现在问了很多人 再加上很多人给我建议 然后我自己在家 我大概试煮了一百次以上的米 我现在可以 你只要告诉我你家用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如何把米煮的很好吃 也这么骄傲 对 因为我试煮了一百次以上 然后可是呢 我每次跟别人聊到这个 就会有些人跟我说 哎呦我妈煮了几十年的米 也没有这样讲究啊 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忽略这件事 但是我就是我你刚才讲演讲这件事啊 我超想要教大家煮米 但每个人都觉得我在说神经病 不会啊 哎怎么会 这个这米现在很重要 哎我跟你讲啊 有些这个大厨啊为了好的米 我记得啊 那个连续十六年 日本米其林三星主厨神田玉行 他买米出的一般讲啊就星系线的米 他不是哦 他还要到 那条街 左手边第几家 几点 他去买啊 而且他水啊 他也是给我看啊 亲自示范给我看 他用台湾所有的包装水来煮米 最后有一个 就不一样 我就不我不要打广告 可是可是真的有差 没错 真的有差 泡茶也有差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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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泡茶知识大家有啦 就说有什么水 泡茶的水也有差 台湾所有的包装水 去泡东方美人我都试过 对啊 就我的意思说 当然有差嘛 就就弄出来 那个米真的是不一样 对啊 真的不一样 所以这是每一个环节 所以有人会说 我用天山血水 来煮这碗汤 我用我用哪里的这个 泉泉 然后来干嘛 对不对 有差嘛 我们进广告带回来 就聊到米了 因为他下 五月份就要去烤 烤这个米的 但是在这之前 他已经累积 苏小英已经累积了很多米的知识 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他 这个米要怎么煮才好吃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 坐在我旁边的 专业症照狂人 苏小英 大家不知道他一个女生 你就觉得哎呀 常常上节目讲一些 介绍一些 不是喔 他身上背了 好多执照 弄的 所以他走路都驼背 太重了你知道吗 太多了你知道 谢谢你帮我驼背 那个 你也知道喔 对我驼背很厉害 我这个我可以两个理解嘛 就就就跟我这个肚子 有时候知道 因为你们输太多了 哈哈哈哈也是 那你知识太多就驼背 没办 谢谢 谢谢 他他有很多的证兆 比如酒的 赤酒师的 茶的 然后这个黄大豆油的 领队的 然后现在他要去 茶叶的 那现在又 五月他要去搞搞 烤这个参加这个米的 但在这个之前 我们先去跟他聊 就说哎 其实台湾有 到底有多少种米 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吃吃饭 这件事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有的厨师是 连锅具都很讲究 有没有是 那台湾当然前一阵 也很多人这几年 都很多人专门跑到日本 去背锅背电锅回来 有没有对 但他们不知道有的是 职业用的 有的是家庭用的 那可能用的也不一样 而且你还要想说 我用什么米才适合这个锅嘛 对 不是说我 所有的米都适合那个锅嘛 我不信 也也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要看你 呃 你的餐厅主要 对卖的菜色是什么 再去挑米的品种 再来决定怎么煮 对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有跟 我的餐厅就是卖 卖 卖蛞啊尖 蛞啊尖不用卖饭 就是 出去 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不是有 有协助一些 米其林师傅 找米吗 其实 我会依据他们的需求 去帮他们 找 可是我有个问题啊 苏老师 那个 那个 口味这件事情 口感这件事情 很主观的吗 你觉得好吃 我不一定 就一定跟你一樣啊 就像我喜歡的 有的人又覺得要軟糯 透亮 香是一定要 香甜 有的是會回甘嗎 可是每一個人要的不一樣啊 像有時候我在吃炒飯的時候 我就喜歡另外一種米 所以我說你要用什麼 你要做什麼料理要選不同的品種 所以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可以給你看一下 我煮出來的白飯的樣子 好啊 什麼樣子 我煮出來的白飯是彩色的 怎麼可能 那就太厲害了 你要快一點我告訴你 這拍得好啊 這個 這個是那個 台灣的品種高雄147 有芋頭香味的米 欸這為什麼會有芋頭香味 因為一開始在設計 但是我跟你說其實這一隻米啊 就是日本人認為米 米香最重要 其他的味道都不重要 是嗎 所以日本人以前你還記得 一泉香米台農71號 日本人來吃是不習慣的 他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有芋頭香味很怪 可是這隻147 是已經 2019年在日本得到精賞 2020年在日本得到特別優秀賞 我們送去日本比賽 對我們送去日本比賽的時候都得到 就是他的芋頭香味不像那個 一泉香米 那麼濃重 所以你看 他是加分的 所以米裡面有各種味道 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辦法 有共識 是吧 你的意思說在比賽的時候 有一個一致性的標準 因為日本人認為米 就應該是純粹的米香 那你認為呢 我認為 除了香以外要有口感吧 要我覺得 就香味來講 只要不影響到 你感覺是舒服的 我覺得是OK的 就香味這件事 我現在只是就香味討論 那口感的部分的話 日本大概會分 兩派 一派就是稍微硬一點 跟稍微軟一點 可是他們的硬跟軟 中間其實 還有一些小差距 距離非常的小 因為日本對硬跟軟在 但是日本對於米的要求 就是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 因為台灣很容易煮糊在一起 但這是有辦法可以塗 有很多很多店都是這樣 很多 我跟你講我一直在注意時間 趕快那要煮一個好米 煮一碗好飯要怎麼煮啦 因為我們以前的知識就是 你每一種鍋具都不一樣 洗米要小心 不能把它洗到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有人這樣一直戳 一直說不能戳 不能戳 對啊 就只能只用類似輕 愛輔 對 你不能戳嘛 戳掉連營養都沒有 對沒錯 然後那個水到底要幾分 對不對 每一種米不一樣 真的啊 還有這米什麼時候收的 所以你要看的是 它是哪一期的米 然後你要怎麼決定水量 所以我跟你說 這真的可以開好幾堂課 不是你就搞個APP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不懂我就 我就 輸入粘米的時間 對啊 對啊 但是這個APP要收錢的嘛 這樣不就好了 哈哈 這叫行銷嘛 你懂嗎 還要他要告訴我 他用什麼鍋具啊 對啊 用APP啊 就所有 你看 寫文章 機器人都出來了 這對你來講難嗎 大數據進去啊 我是還蠻希望 對不對 我講有沒有一點道理 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現在連那個說 你打 你用那個 聊天機器人 你要說我要用姚順的口吻來寫文章 真的假的 有人試過了 還真像 真的假的 真的好幾家公關公司 一天到晚被我罵嘛 對不對 他們就用那個來啊 因為我的東西多嘛 我幹了三十幾年 寫了多少東西 對啊 有Data Base 對 它去模組去整合就很快嘛 所以我一看 唉唷還真像 完了我要失業 所以我今天 你要開始考證照 我們也要先從米開始 因為要先吃飯嘛 你可以先從茶 不要 茶可以不喝 飯一定要吃嘛 是不是 沒有啊 我是真的 真的是因為我想要得到專業知識 趕快就一分鐘講 一般通則怎麼煮一鍋好米飯 就是不要過度的洗 不要洗到就是水 完全是清的 那是不對的 沒道理 大概洗兩次到三次就可以了 再來 再來就是 你喝葡萄酒的時候有聽過醒酒嗎 有有 有 Vintage Decanter Decan 你知道 米也要洗 但醒米的技巧 怎麼行 讓那個 讓那個空氣 跟水可以跑到最中間 所以你如果一開始洗完 跑到米 每顆米中間 對 因為醒酒不是就是要讓空氣進去酒裡面嗎 所以你要搖晃 可是你要讓水進去的話 如果你一開始洗完就浸泡 水就進不去了 因為它跟空氣解決了 所以 所以要瀝乾水分 洗完先瀝乾 再來 再泡 再泡 但是有些品種是不需要泡的 喔OK 好這個大家要試 再來 要醒米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 煮完飯之後 水蒸氣不是會往上 還有煮飯的話 飯鍋 建議就是你這個飯鍋煮 五成到七成煮出來飯最好 因為它在水蒸氣上去的時候會壓下來 如果你超過七成 你說五成到七成是說那個水啊 不是煮出來最後的飯變成五成到七成 就是鍋子的五成到七成 對 因為你這樣水分循環的時候會往下壓 對流的時候 你往下壓的時候 如果你的空間不夠 米粒就會被壓扁 所以五成到七成就煮出來 所以跟鍋子也有關 然後你放米的容量也有關 對 那你要試才知道 對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就是 你煮完之後 米飯最好吃的是蒸 是燜熟不是蒸熟 所以要燜 煮完後要燜 燜多久 然後燜是不是水蒸氣會掉下來 你飯就糊了 就濕了 這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 廚房紙巾放上去 或是弄一個棉布 對 但是你要拌 為什麼 因為你不拌的話它不會均止 最後啦 最後拌還是一開始就 拌完之後就燜 喔拌完再燜 然後再來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我問你 你用大同電鍋煮過飯嗎 當然 外鍋你放幾杯水 不記得 好 那我跟你說 不放 外鍋 外鍋以0.2杯為基準 假設你裡面是一杯米 就加0.1 裡面是兩杯米 就加0.2 因為大部分人都放太多了 然後你是不是煮完之後 拌完之後 然後讓它燜熟 對 它的重點是在後面的燜熟 不在前面煮熟 你在拌的時候它沒有全熟 OKOK 所以拌了以後再燜 燜多久 15到20分鐘 而且那時候 電源要拔掉 不然你水分會乾掉 所以日本人 可是現在現在以前 以前世界無敵 就所有留學生出去 都要帶一個大同電鍋 啊現在沒有了 現在現在是日本的電鍋 電子鍋也有版本 還有什麼HG什麼鍋 對對對 那個都很好 每一種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說每一種不一樣 那它的 它的原則就是 不要讓你的米飯失掉 所以不會糊 對對對 然後再來一件就是 燜熟比煮熟更重要 OK 對這件事情就是還蠻重要 我今天真的學到好多 最重要這一課就是 就是煮飯 呵呵 那我我決定 好這個蘇小姐蘇老闆 幫我加一碗 哈哈哈哈 就好了嗎 我自己怎麼弄 他弄100次才有心得啊 100多次 對對對 就是所以營業用的 有些用瓦斯 有些用電 它的煮法也會因為 他用瓦斯用電 火源的加熱方式不一樣 必須要有些些微的調整 好了 聽眾朋友節目 觀眾朋友 我們節目時間真的到了 今天只是讓大家知道 說這個人生有很多的選擇 像做到我旁邊的這一位 他就是一個證照達人 他目的就是 我覺得這是品味的一種 因為跟吃都有關嘛 吃喝玩樂 你看領對就是玩樂 吃喝酒啊 茶油啊 那都飲料 有的是烹調料理的這個東西 然後米啊 那這個增加自己的知識 那當然他有一個雄心壯志 就是做一個 就是我前面剛剛幫他下了註解 就是台灣優質食材的文化翻譯者 讓大家更了解這些台灣好物啊 然後行銷全世界 這是他的這個終極目標 但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 他自己的這個專業知識 還有品味也不斷的提升 相信在在未來的過 未來啊 他可以可以很快的 有一個平台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專業知識 那相關的知識呢 欸你有臉書嗎 對不對還是還是部落格 食材獵人 喔食材獵人 還有YouTube 還有Facebook 可是可是食材 可是這個IG只有照片 看不到知識啊 因為大家 可是蠻多人現在蠻多人用IG 有啊我都會寫字啊 你要看 然後蠻多人用IG的私訊跟我 跟你聊天跟你討論 會想要互動 但是就是還有很多人問怎麼竹迷啊 怎麼那個東西還蠻多的 對對對 就像我剛剛那樣子 對對對 但我最後就是很簡單 幫我來一碗就好 哈哈 謝謝小音到我們現場來 謝謝 掰掰